炒四季豆千万不可直接下锅 你就像我这样做 脆嫩可口 真的太好吃了 首先四季豆切成小段 锅中烧水 加一勺盐和一勺食用油 倒入四季豆 这才是四季豆翠绿不发黑的关键 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浇做菜 你就给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焯水两分钟 捞出备用 另起锅放入五花肉 边炒出多余的油脂 倒入姜蒜辣椒丝 加少许料酒 适量老抽 边炒出香味 再下四季豆 调味加盐鸡精 少许生抽 适量蚝油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炒的四季豆清脆爽口 下酒又下饭 你也赶紧做起来吧